当国家利益跟你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应该毫无犹豫去选择国家 当国家利益跟你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应该毫无犹豫去选择国家 本来像这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怎么讨论那么大家 接下来咋的和华大妈有一拼 长棍的剧本提前上演 一会儿会看到的 大家祝福一下 频率还不够 频率还不够是指的咋眼 制度决定了现状 谁都一样 全国人民既是当又利的演员 唯一区别在意 一利是主动的 二还是被动的 三还是被无意识主动的 对呀 他说的很诚恳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毫无犹豫的选择牺牲国家利益 差了牺牲两个字 和洛马过员曾经在台上说的一样 你毫无犹豫的选择了自己 嘴上全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注意啊 他在眨眼眨眼的人说话 不要当真 我呀 这个如果不看他这样说呀 我觉得我都不愿意评论 是吧 甚至我还愿意他是制度的受害者 可是我看他这样说呀 他也许觉得逻辑自洽 现在也自洽呀 因为他自己就是国家嘛 这个到底是自己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这个到底是个鬼都弄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好多人就以为他弄得清楚了 川普拒绝谈国家利益的 是吧 川普谈的就是所谓的 美国优先是指的美国家庭优先 是指的美国最厉害的是家庭与上帝同在 那不是在国会里正式的做国情咨吻里 是这样说的吗 平时那个大嘴巴也许还说这个说那个 川普是 为什么要说川普 川普是一个大老厨的一个 这个有人说啊 他是个大老厨的意思吗 他是个底层的意思吗 其实川普不是底层 川普也不是个大老厨 其实 就算他是吧 他也说是鼓吹的所谓的先家后国呀 哪有鼓吹什么先国后家的 空子都觉得这样是不可理喻的 这还有人性吗 这还有人味吗 那好了 那李铁讲的什么 李铁讲的这套东西 我觉得配得上小人的嘴脸了 跟那个所谓的小胡子是吧 很像赵本山的那个家伙 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 都是弄球的 那个和他真的就是不是一路人了 小人这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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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这是一路人